2014年 赵丽颖前经纪人贺如在娱乐圈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瞬间将赵丽颖推上了舆论的顶峰 贺如直指赵丽颖脑袋空空 火了之后就肆无忌惮 还说知道赵丽颖背景不好以后就打算放弃她了 而赵丽颖也跟她说不想再干那事了 以前是太穷了没办法 总之哭得很可怜 贺如口中的那事引得众人浮想联翩 聊天记录曝光后 她又发文内涵赵丽颖人品不好 很多人不明白贺如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贺如已经无法满足赵丽颖发展所需求的资源 即使她早期也受过经纪人的扶持 但商业就是这样 捋得很清楚 陆真传奇和珊珊来了这两部作品 让赵丽颖火速出圈 身份早已不同往日 贺如也接不住了 而导火索就是接拍了电视剧花钱股 当年贺如没有和赵丽颖商量 就擅自替她推掉了花钱股 还是赵丽颖一个人单枪匹马 冲到了花钱股的投资方面前 才拿到了这部戏的资源 那之后她和贺如两人的关系便闹掰了 后来贺如在网上澄清这些传闻都是假的 还说自己和赵丽颖合作了七年 关系非常好 而赵丽颖对她的所作所为 一直没有回应 始终在专心拍戏 赵丽颖和陈晓究竟爱过没有 二人曾被拍到在片场时手拉手 举止十分亲密 一起上节目时 有一个播虾的环节 其他人都在认真播虾 只有陈晓将播好的虾 喂进了赵丽颖的嘴里 而赵丽颖也没有拒绝 反而害羞地接受了 陈晓还在节目中紧紧握着赵丽颖的手 紧紧贴着自己 无论是什么场合 只要有人提到赵丽颖的名字 陈晓的眼睛就会瞬间亮起来 甚至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表明 自己对赵丽颖的好感 而那个时候的赵丽颖 笑起来时眼中也有甜意 也会大方地与陈晓在社交平台上互动 说自己被陈晓抱得像个洋娃娃 拍完《陆真传奇》之后 两人再次合作出演了电影《公所沉香》 因为剧情需要 赵丽颖有一场骑马的戏 然而他却因为意外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无法动弹 陈晓则在一旁手足无措 不敢碰他 2013年《公所沉香》剧组 出席上海国际电影节 虽然在电影中 陈晓和周冬宇才是官配 但在红毯上 陈晓却紧紧抓着赵丽颖的手不放 一旁的周冬宇尴尬极了 2014年 赵丽颖遭到全网黑 有人不停放出黑料攻击他 不仅质疑他的演技 连他成名前的经历和出声 都成了别人攻击的点 面对这些声音 赵丽颖选择了默默承受 而陈晓却听不下去了 他义愤填庸地站出来说 有些人请别太过分 一个女演员拍戏很辛苦的 2015年 陈晓和陈燕熙的恋情 在娱乐圈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一时之间 陈燕熙遭到了全网的谩骂 而赵丽颖却选择 依旧将陈默贯穿到底 网友们骂得越凶 陈晓对陈燕熙的保护欲就越强 还澄清说 他和赵丽颖只是合作关系 二人的CP也只是为了炒作 这件事也将赵丽颖再次推上了 风口浪尖处 后来一个自称是赵丽颖的好友 孙耀琪出来爆料 说二人确实在一起过 但是是正常恋爱 正常分手 无论怎样 二人的恋情已是实锤 2016年7月25日 陈晓和陈燕熙结婚 从此 陈晓和赵丽颖再无瓜葛 人的心态强大到一定程度 有很多东西 自然而然你就会越来越不在意 所以我一直相信 只要自己变强大了 你根本就不会去介意 别人去怎么看待你 2011年 赵丽颖在新环竹格格剧组中 被当众骂到不会演戏 噱嘴的时候像猪嘴巴 从小就被家人捧在手心的赵丽颖 被当众这样形容 内心十分受伤 可她却没有哭 她暗下决心 未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让别人刮目相看 那年春节 她因为拍戏 没法回家过年 身处异地 也没人陪她吃饭 于是 童讯组组的张瑞 就主动邀请赵丽颖 和他们一起过年 甚至还亲手为她做了饭 这件事 一直让赵丽颖深受感动 后来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 赵丽颖还哭着感谢张瑞 我在过年的时候 去你房间里面吃饭 对对对 没有人陪我吃饭 我记得 我去他的房间里面 他给我做了饭吃 2012年 于正邀请赵丽颖 出演公所珠联中的 一个小配角 即使角色很小 但赵丽颖也为此激动了好久 那时的于正还没有工作室 但却很想签下赵丽颖 足见她对赵丽颖的喜爱 2013年 于正再次邀请赵丽颖 出演了《路贞传奇》 当时选择 取用一位初出茅庐的新人演员 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但赵丽颖身上的那股韧劲 深深吸引着于正 再加上她的颜值不差 于正就将女一号交给她出演 而赵丽颖也没有让她失望 她靠着这部剧一炮而红 成功继身一线 非科班出身 被吐槽像猪嘴 没有背景的赵丽颖 将这么多年的委屈 全都埋藏在心底 直到于正在采访中 提到赵丽颖这些年 跑龙套的辛苦 赵丽颖才忍不住哭了出来 《路贞传奇》火了之后 赵丽颖便收获了不少粉丝 事业也逐渐步入正轨 名声打响之后 赵丽颖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步伐 她先是凭借着 与张翰合作的姗姗来了 成功拿下精英女神的称号 又在2015年 与霍建华出演《花千古》 事业更是一度达到巅峰 拿奖拿到手软 在2020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中 赵丽颖 丽颖 迪丽热巴 杨子等 一众流量女星 荣登第七位 身价超过30亿 从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 到如今的收拾女王 没人能想象 她为此付出了多少 她的经历 验证了那句亘古不变的真理 那就是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有我们自己 才是幸福生活的缔造者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